那些说美国人有枪就能反抗政府的公知,就现在美国上瘾的暴乱,麻烦公知来告诉我,你们口中的,面对美国警察时,还有机会掏枪,掏完枪,还能全身而退的美国民众,在哪里?别跟我说你们那些美好的幻想,长脸只看现实,脑补那晚上,你们看小黄片的时候用用就得了。 哈喽大家好,我是长脸,上一期我们聊到美国合法持有枪制,长脸就突然想到国内有很多连毛都没长齐的小屁孩,被公知忽悠的,天天羡慕美国人能够合法的持有枪制,说中国人是孬肿,连枪都没有,也配提爱国。 这一期我们就简单的聊一聊中国的进枪,在开始聊之前我要先说一句,美国社会的问题是很多很多的,我每一期聊的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,但这些部分又是相互联系产生的影响。 所以不要跟我杠,这个问题你为什么不说,那个问题你为什么不说,这么杠没有一点意义,因为一个视频才多长。 好了,我们开始说这期话题,那些被公知拉的是糊住双眼的人,压根就不知道中国,虽然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进枪,但是正式实施枪支管理法,就是所谓的进枪令,是1996年的事情,时至今日也不过过去了仅仅24年,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,气枪和裂枪都是非常普通的商品, 放在商店的柜台上,能自由的买卖,而且还不贵,部分地区几乎家家都有气强,能上千单的那种,常年小时候家里就有一把。 而我们中国大规模收缴民间枪械,也就是2000年前后的事情,00后都出生一波了,每分见过普通大爷自行车把上, 挂着冲锋枪去派出所主动上脚的吗?但是直到2003年,广西公馆镇,还有伯白县发生的武装卸斗中,参与卸斗的村民还直接拉出了将近十门的土炮, 当时出动了一千多名武警,才控制住了场面,所以严格说来,我们中国这都不能叫禁枪了,而应该叫严谨民间私藏军火库才是。 我们把时间在推到禁枪令公布之前,1980、1990年前后,那个武德充沛的年代,1993年湖南郕州发生卸斗事件, 听清楚了老铁们,这些事情都不是反政府,而是村民之间的互相泄斗,战后警方缴获炮车四部,大炮95门,土枪57支,炸药233公斤,雷管2590发,土制手榴弹255枚,导火索350米,还有铁砂10斤。 如果我们把时间再扯远一点,就扯到那班子,现在天天逼一逼,中国现在正在搞文革复辟的,我只想说这些傻逼,见过中国的文革武斗吗? 武斗的时候,谁他妈跟你玩小手枪啊? 武斗的时候,那是绞了解放军的军火库的,双方直接上机枪坦克,手榴弹,高射炮,直接把正见不合的人,打到血肉横飞,肉体毁灭。 长脸再强调一遍,这些武斗,也是这些文革小将们之间,各个派系,互相之间的泄斗。 而不是单方面的虐煞,公知美分恨国党天天说,中国不让提文革。 我说这些人,你们是真的彻底的瞎了吗?历史课本你们到底有没有认真地看过,还是没有上过学? 如果你是学长,那就用你们最讨厌的百度,去搜一搜关键字,文革武斗看一看。 上海吃卫队和公总寺,打响武斗第一枪。 重庆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武斗,是开着军舰出来打水战的,直接炮轰造船场。 还有开着坦克从沙平坝,一路到解放碑喝奶茶的。 围观群众皆表示很淡定,当时的各个派系打起来,完全都是战争规模的冲突。 要坦克有坦克,要军舰有军舰,当时就连飞机场也被劫持了。 我们现在都当笑话在说,当时飞机没有参战,只是因为没人会开。 再看看你们现在的恨国党小将,连个线下面对面的呼喷都不敢。 只会在网上拉帮结派,抱团取暖之后,才敢出来逼一逼两句。 就你们逼来赖的这个鬼样子,也好意思说中国现在在搞文革复辟吗? 而那些喜欢跟风起哄,为了批判而批判的人,你们知道西九联洞吗? 你们知道广西一四,广西八三一吗? 你们知道支武进南派,支伟国清派吗? 你们知道连职,知道四二二组织吗? 啥玩意儿都不知道,那你们这些这辈子只能喊个红卫兵,就敢到处扣帽子的傻逼,还跟我长脸掰成你妈了个逼的文革呀。 真要讨论文革也轮不着跟你们这种无知的人讨论吧。 书嘛,不好好读,各种名词历史关键字,麻麻不懂,搜索文献又不会,还他妈到处的瞎逼一逼,就问你们这些恨国党是不是24K纯智障? 好像扯远了,拉回来继续说,中国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,谁小的时候家里还没见过几把枪啊? 非要说没见过,那可能是你忘了。 包括偏远地区出生的90后老铁,都可以回家去问问自己的爹妈,枪好不好玩? 你们出生那会儿,中国人吃枪还不是什么新鲜事儿。 我前面说的那些进枪前中国人持有的军火,任何一个拉到美国去。 都够炸白宫的了,所以美国人能合法持有枪支很牛逼吗? 让他们去抢个迫击炮试试啊。 有些人就为了那点装逼的理论,天天盯着美国能合法持枪,结果对自己国家一点都不了解。 就美国人天天摆弄那几支破枪,就在我们中国人面前装武德逼了。 你们是真不知道我们中国人才是真的武德充沛。 而且充沛的有点过了,美国人敢干的,中国人也敢。 美国人想干,不敢干的,中国人还敢。 中国人的宗族文化,麻烦先了解一遍。 一个村能为了征地,从解放前打到解放后,政府如果敢管,如果敢抓人,当时的村民可以把公安局给拼推了。 美国人那些弱机游行放烟话,敢把美国警察局给推了吗? 鉴于以上常连举了那么多例子,所以新中国进枪的理由我就不多说了。 以我们中国人好斗的尿性,如果到现在还不进枪。 以我们中国的工业制造能力以及速度。 手榴弹估计也就十几块人民币一个,江浙户还包油。 我不说别人,就拿连扫举例子。 如果中国不进枪,谁敢跟他吵架,他一个手榴弹就过来了。 所以简单的一句话就是,中国进枪是为了救各种憨批的命和普通人的命。 那些说美国人有枪就能反抗政府的公知,就现在美国上演的暴乱。 麻烦公知来告诉我,你们口中的,面对美国警察时,还有机会掏枪。 掏完枪,还能全身而退的美国民众,在哪里? 别跟我说你们那些美好的幻想。 常怜只看现实,脑补那玩意让你们看小黄片的时候用用就得了。 老铁们,现实中有了枪,普通人会干什么? 杀人,抢劫,泄斗,称霸一方,为非作胆。 这些事情你们公知是不是也值得不好意思拿出来说呀? 所以你们从来不提示吗? 很多幼稚的公知就是活在自己的梦里,以为哪把破枪就能和国家暴力机关对抗。 我们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很长一段事件,普通民众一直可以持有枪制。 原因和美国建国时一样,因为全民戒兵要保卫国家,而美国人除了保家卫国这个理由之外,还有一个持枪镇压努力的需求。 所以为什么上期视频长脸说,美国的文化是极其落后的? 因为我们新中国建国仅70年,已经完成了由武力解决问题,到由智慧解决问题的转变。 但是美国依靠武力也蛮殖民的本质,经过了几百年,却一点没有改变。 美国政府没有疏导矛盾的智慧,沟通只靠四年一届喊出的一个又一个的口号,画大饼。 饼画不下去了,最后只能武力镇压。 依靠警察的暴力执法,维护日常的治安。 而美国人也还在用非常原始的暴力冲突,来解决美国的社会矛盾,并且最后矛盾还无法解决。 冲突只会以产生矛盾的一方,最终失去战斗力而告终。 这里有一个很深层的社会原因就是,美国极度肤浅的人性教育文化。 我们不能说美国没有文化,应该说是美国的文化底蕴非常的浅薄。 这就说回到上期常年讲的人与人类。 上一期我讲的比较简单,有很多朋友没有听懂常脸的意思。 有人提到美国人教育孩子很爱用的方法就叫做现实隔离。 这个方法就是timeout,他认为没有比这个更文明的方式了。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timeout到底是什么。 美国各州在明面上都有法律规定不能打孩子,但当孩子出现错误行为的时候,又不能不管教。 所以timeout被很多父母运用到管教孩子的过程当中,timeout的意思就是暂停。 是美国系理学家阿瑟斯达斯提出的教育理念。 就是如果孩子的行为不得当的时候,要让他们从原来的活动或者环境中脱离出来。 等这个timeout暂停时间结束之后再让他们回来。 这种方法的本质就是让孩子停止错误的行为,冷静下来思考自己的错误,从而达到管教的目的。 同时也能让父母的情绪冷静下来,从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更多家庭暴力行为。 但是美国的很多家庭,尤其是中产家庭,在使用这种方式的时候,普遍只做到了前半部分的惩罚,也就是timeout,达到了让孩子们安静下来的效果。 而没有做到最重要的后半部分,冷静之后引导孩子思考错误,达到让孩子们知道是非这个目的。 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,孩子只知道做什么事的时候,父母会高兴,能得到奖励。 做什么事的时候,父母会生气,自己就会被timeout,会被不准吃零食,不准出去玩。 而什么事情可以做,什么事情不可以做的标准,在家庭范围内就是父母说了算。 同时timeout的概念,必须从他们还是婴儿的时候开始,即使父母主观上并没有这个意愿,但客观上这就是标准的建立,条件反射的做法。 这就是美国的快餐文化,凡事只看短期利益,能挑简单的方式,绝不会选复杂的方法做。 连教育也是,只要当下孩子能不哭不闹,不给自己惹麻烦就可以了。 至于其他的什么事情,什么是非道理,什么责任,义务,孩子的未来,什么社会的未来,美国家庭一般怎么解决的? 说的好听一点,就是他们把一切都交给了,美国开放自由的社会理念来选择。 说的难听一点就是,放养。 野生动物园里养动物,也不过如此。 父母作为孩子,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个老师,对孩子有责任教导他们对错,以及如何思考,以便做出正确的决定。 如果父母在这一责任上失败,那问题就开始了。 美国的孩子,青少年,成年人,他们无论在人生的哪个阶段,都不知道如何正确地跟人相处,不知道如何与他人合作。 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好的,什么是坏的,他们只知道如何做自己,但是却不知道怎么尊重他人,不知道在与他人接触时,如果出现了矛盾,怎么调和。 美国人对很多事情都是I don't care的态度,却又是这个世界上最爱多管闲事的群体。 我相信不少与美国朋友有过争论的老铁,多少都会有过这种经历,就是工作生活中一旦出现争执。 美国人可能送你一句interesting之后,就结束对话。 这也是一种timeout,他并不是在夸你有趣,也不是在表达对你观点的认同,更不是想解决矛盾。 他们只是在说,你竟然是这样看的呀。 当然,我支持你有自己的观点,但我并不想继续话题了,从而回避掉问题的本质,擅自对别人的事情横插一脚,发现无法善后时,就拍拍屁股走人,却又把情绪上的不爽留给对方。 那么,在观点出现政治时,我们当然可以选择回避,那么,遇到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时呢? 这个时候还能不能回避,又或者是社会,集体,国家规模的利益冲突呢? 当无法timeout,已经避无可避的时候,美国人会怎么做呢? 他们依然是用着几百年,几千年原始人的做法。 暴力,不论是教育孩子也好,解决社会冲突也罢,最终依然是诉诸于暴力。 父母变着发的打孩子,没留下外上,外人看不见就可以了,打到孩子,学会不再惹麻烦为止。 孩子成年之后,想想童年的阴影,遇到过不去的坎,就会报复社会。 要么集体的暴力抗议,直到其中一方失去战斗力为止。 美国社会上到政府,下到民众,遇到问题,除了timeout就是使用暴力。 就是没学会正视和解决问题,永远只会跟随动物的本能行事。 老铁们说说,这种文化野蛮不野蛮,幼稚不幼稚,肤浅不肤浅。 所以美国人要向我们中国人学习的是什么? 是人性的进步,以及对历史教训的反思。 就如我前面说到的文革武斗,长脸并不排斥聊文革,也不排斥说我们要反思文革。 因为文革当然有需要反思的地方,但是长脸至今见过,因为文革而产生的争论里,他们都在争论的是什么? 这些人里有纸热衷于,划分功过,一心想着鞭尸的,当然也有支持,甚至期待再次文革的。 而这种争论如果没有人制止,随便一场都能吵个三天三夜,然而就是没有一场争论,是真正为了反思的。 所以这种性质的争论,长脸没有任何兴趣参与。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,文革最触目惊心的,是对人和人的尊严的践踏,羞辱人,打人,杀人。 这些事情是不是发生在文革期间? 不论武斗是谁挑起的,它确实是发生了。 参与其中的人是谁?上至执政的,下至普通人,是我们全体中国人。 受益的是谁?是中国人。受伤害的是谁?还是中国人。 当年的亲历者,谁都别想着,只要把自己从文革中摘出去,再以受害者自据,就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批判别人。 仿佛那些年的,那些罪恶的事情,与自己完全无关一般。 文革的出众是无产阶级斗争,要不要的问题?当然要。 所以我们反思文革需要反思的是什么?是斗争的方式,以及人性的教育。 至于在我这期评论区里,扯什么毛泽东是罪人的?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阿渣的目的。你们是他们要反思文革吗? 你们只是想通过否定毛,来否定毛泽东思想。 就你们他们也配。有能耐,就去天安门边市。 我长连举双手双脚,欢迎你们去。 就你们这种低级的行为,老毛本人就算活着,都不会在乎。 所以你们也就是有跟死人较劲的能耐。 至于非要把文革和毛划等号的人,我只能说你高兴就好了。 对对对,你说的都对。 而认为文革完全没有毛病的人,也给长连赏一赏。 别跟那些期待能再次合法施暴的人一起起哄。 他们支持的是文革吗?老铁吗? 他们只是想再次的趁机作恶。 借机报复和自己有丝绸的人而已。 文革当年六亿中国人都是人,今天的十四亿中国人也是人。 是人就该有人性。 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除了有科技的发展,还应该伴随着人性的进步,理性的回归。 网上还有一堆人说,儒家思想阉割了中国人的血腥。 我们中国人没有血腥吗? 明明是我们大部分的中国人,学会了理智,随时在线,好吗? 中国各种斩草除根,以绝后患,不怕贼头就怕贼惦记的观念,已经演变出为不论在国内国外,但凡发生矛盾,中国人要么就完全根除,要么就和好之后断了任何冲突的行为模式。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成立的网,但是我们中国社会的治理方式,早就已经过了以暴制暴的时期了。 我们现在作为社会主义国家,有人如果遇到啥事不服气,但是也不想讲道理,不想讲程序,只想搞事情。 这样的人,你们与其暴力冲突,还不如买几个热搜,发动舆论的力量,让大家打包纪委,监察的电话。 再或者,你就领一帮人,赌你们人大代表他家,不再需要大规模的泄斗了。 而如果连这些都做不到的人,都不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,那给他一个人有枪,也没有什么用。 现代科技的力量,让我们真正的见到了什么叫要文斗,不要武斗。 即使还有想把阶级斗争矛盾,再度转向人民群众的人,也再也没有办法做到肉体上消灭政见不合者。 最多相互骂两句,操你嘛,谁也无法真正的弄死对方了。 所以我常说的,中国的老百姓不好待,另外再看看网上对台湾的舆论就知道了,好在中国政府理智还稳着点,如果按照咱们老百姓在气头上的要求,那真的就是台湾连草都没有了。 当然我们中国到现在,21世纪20年代了,还有稍有不顺就一哭二闹三上吊,或者一言不合就约嫁的人,也有部分人也存在着家庭教育的缺失。 但是我们中国社会是以政府为主导的,将这些人往自律和理智的方向,进行教育引导,而不是放任自留。 中国有一句俗语不就是,爹不亲,娘不爱,社会也会教你做人吗? 我们中国的整个大环境就是趋向人性教育的,是教你要怎么做一个人。 美国与中国之间存在的是,幼童与成年人般的文化层次上的差距,美国的教育不行,文化也不行,也是美国至今一直处于暴力冲突,镇压,再冲突,再镇压,这种状态我们俗称鬼打墙,所以长脸看不起美国那些肤浅的文化,是不是很正常的事情? 什么第一强国,什么世界文明,就是靠着一群全球推销,快餐文化包装自己,实则只会耍无赖的野蛮人而已,不愧为自由美丽剑,枪击每一天的野生动物园之国。 好了,今天聊到这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。